好了,回來了 回來就要講講俄烏戰爭的問題 現在烏克蘭真的很慘 你一向都同情烏克蘭的 你都不是講事實 其實有些人一向都這樣講 我講一下真話給大家聽 烏克蘭慘的地方是什麼 90年代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簽了約 大家簽了什麼約 就是烏克蘭放棄了一些核武 那俄羅斯就確保它的安全 放棄核武裡面包括了什麼呢 當然是那些核武一顆顆的彈頭 還有就是那些導彈 其實烏克蘭就放棄了導彈 以及也放棄了那些戰略性轟炸機 送回給俄羅斯 結果就換來一紙條約 就是俄羅斯和其他的擁核國家 就會保障烏克蘭的安全 就是90年代的時候 還了所有東西給俄羅斯 包括了KH-55 這個亞音速巡航導彈 全部送給俄羅斯 但是現在烏克蘭很可憐 在他們的廢墟裡 找到KH-55 這個亞音速巡航導彈的殘骸 其實就是這樣的 這些殘骸就拆了原子彈 即核彈頭就拆了 然後就放了另外一些東西 射下去 那... 那... 很慘就是 這些武器 本來就在烏克蘭製造 就送回給俄羅斯 結果 現在俄羅斯 就用這些東西 就射回去烏克蘭 那裏 就炸回烏克蘭 即是嚴重到不得了 其實現在他們就發現了 不止一顆 其實已經是 有幾顆 這些KH-55 導彈的殘骸 那些... 那個彈頭就拆了 放了其他東西 那... 究竟他們用來做什麼呢? 俄羅斯 其實俄羅斯射這些東西 過去烏克蘭 其實就要浪費烏克蘭的防空導彈 其實就... 真是很麻煩 就是... 為何俄羅斯要這樣做呢? 他就把這些舊式的東西 射過去 然後就誘導烏克蘭的防空導彈 射過去那顆 沒有彈頭 沒有核彈頭的KH-55導彈那裏 那... 那... 趁這個時間 俄羅斯就再射 一些更加先進的導彈出來 那... 這個呢 就是包括了 這個俄羅斯用轟炸機做的東西 那... 這些是... 即是舊的巡航導彈呢 其實有很多 其實是... 烏克蘭就還給俄羅斯 這次... 就告訴大家 這次這件事 就是... 俄羅斯 就是... 某程度上... 就是... 很壞 就是... 我... 就是... 不能夠不說 就是... 人家如果將那些... 彈道導彈... 轟炸機... 就是... 戰略轟炸機移交給你的時候 你有沒有可能用這些... 即是移交給你的物資 走去打人呢 整件事是... 很不適合的 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 烏克蘭... 如果一直... 保持這些東西 會不會被俄羅斯打呢 就可能不會 結果... 現在... 有一個很不好的情況 就是... 告訴全世界的人 你自己沒有核武的話 或者... 你把核武給了別人的話 拱手相讓給其他人 你就會被人打的了 就算你拱手相讓了 我也不會確保你的安全 現在就是這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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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烏克蘭... 他... 根本... 就... 一定是... 全面傾向... 西方 無論... 就是... 這場... 戰爭的結果是怎樣都好 即是... 烏克蘭人 即是... 他認同... 烏克蘭人的身份 即是... 俄裔的... 俄裔都是烏克蘭人的 要記住 他們都是... 全部都會傾向西方 已經是... 即是... 俄羅斯這樣做... 整件事是... 不適合的 那... 也都感謝... 肥咪媽你的支持 那... 那... 就說... 現在正在擴補烏克蘭安全 全部領土變成俄羅斯 就是最安全 其實就是這樣的 現在就沒有辦法 因為烏克蘭人... 他都... 即是... 有很多都... 不會接受到... 即是... 烏克蘭變成了... 即是... 俄羅斯的附庸國 的... 他們現在是接受不了的了 即是... 很現實地說 所以... 這場戰爭... 肯定... 就有時間打的 三五七年... 就起碼了 即是... 有些人現在出來說 應該很快打散俄羅斯 那... 我的看法就不是 即是... 即是俄羅斯... 其實... 他們爛船都有三斤釘 還有... 俄羅斯呢... 即是... 現在他們用了那些... 烏克蘭送給他們那些... 舊東西...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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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烏克蘭人看到呢... 就覺得很... 心寒的 又說自己是兄弟 那... 其實... 現在都是當你契弟的了 其實... 你說他是兄弟都沒有的 都是契弟的 那... 這個... 這個... 現在他們... 就是... 現在他們... 即是... 即是... 那些... 那些... 即是... 那些... 即是... 那些... 即是... 核彈頭無義氣那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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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是... 那... 它是有照片的 那你說有圖是不是一定有真相 那我都說不是 即是... 即是有圖也未必有真相 但是... 現在... 即是... 俄羅斯方面都沒有否認這件事的 其實就... 俄羅斯... 它會不會用... 新造的... 導彈 它一定會 但是... 這個問題呢... 就是... 它那些舊的導彈 它是照樣射過來的 它... 即是... 怎麼說呢... 它用舊的導彈去... 去... 這個... 烏克蘭的防空系統呢... 就是攻擊一些舊東西 那些新東西呢... 就要射到目標 其實就是這樣 那... 那... 烏克蘭他們自己就說自己呢... 他們在擊落 即是... 這些導彈啊... 和無人機方面呢... 就做得越來越好 那... 那... 這個... 十一月的時候... 這個呢... 就要說回... 哈哈... 他們自己公佈的數據 有時候... 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 相信烏克蘭的數據就不行了 那... 它公佈可以呢... 其實我認為呢... 都應該是... 是... 準確的 就是... 它... 會不會誇大戰果 我想一部分... 會誇大戰果 但是你說... 會不會說... 在這些事上... 就是... 講到... 天花龍鳳 那... 我就認為... 它是不會的... 那... 那... 現在... 俄羅斯射... 譬如射了239顆... 這個巡航導彈去... 烏克蘭呢... 那... 那... 烏克蘭的防空系統呢... 就可以射低72% 這個數字... 我也是相信的... 那... 另外... 就是... 伊朗製造的那些... 無人機... 那... 那... 現在... 烏克蘭他們呢... 就說他們可以... 射低80%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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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呢... 就是... 85% 那... 這個數字... 我很懷疑的... 那個導彈就是... 那... 就是... 85%的導彈... 他們可以射下來... 那我又... 認為是... 這個沒有高的... 我認為... 那... 那... 就是... 那個問題就是... 現在那些導彈和那些無人機... 就是... 你接不到那些... 都是會... 有很大的破壞... 就是... 破壞到... 就是... 破壞到... 基本上... 一般人呢... 很難生存的... 其實... 會令到... 很多地方都是斷電的... 那... 那... 現在... 就是... 俄羅斯... 他又改變了他的做法... 他一次呢... 就射... 就是... 百多顆這些導彈... 他在幾分鐘之內射百多顆... 四方八面飛過去... 那... 那... 現在是用大堆頭的方式去做... 那... 所以... 就是... 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能不能夠頂得住呢... 我就認為... 都不是頂得到的... 其實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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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車車就說... 公道一點說... 是烏克蘭認俄羅斯做兄弟外線...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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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你論整 Karanai, 沿いって... 要講一些歷史... 那些華沙公約等國家... 很多都不是... 入了歐盟啦... 入了北约... 怎麼了? 那... 那.... 那... 因為... 外界西方得到 español... 還能收到原來欄ię別砍的材料... 那... 那麼來... 簽了俄羅斯是沒有好處的 分分鐘還會吃虧 那他沒有辦法 你想想其實波蘭是西斯拉夫人 都是沒有辦法 當然宗教不一樣 他們信天主教 就不是信東正教 所以宗教有另一個問題 但是他最主要的原因 我認為是錢的問題 你和俄羅斯朋友根本沒有好處 俄羅斯方面很喜歡指手畫腳 對你的內政 你要有一個強人才能頂得住 就像之前哈薩克那樣 哈薩克出口石油去中國 俄羅斯普京都要指手畫腳 說你賣多少錢要我來訂 這是普京的要求 但是當時哈薩克總統 就向普京說筆 現在那個托卡耶夫就更加厲害 俄羅斯叫他派兵去幫忙打烏克蘭 其實托卡耶夫明明 就在一月的時候 就靠俄羅斯的軍力 就讓自己站得穩 但是 到了要打烏克蘭的時候 這個托卡耶夫也是向普京說筆的 其實就是 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 Cocan Coca Cola就說 如果當時烏克蘭不交一些核武出來 俄羅斯相信不會給烏克蘭獨立 他獨立了之後才會再交一些核武出來 時序是這樣的 他是獨立了 然後他覺得 烏克蘭覺得這麼大堆東西 是一個負類來的 他覺得是負類 其實把所有東西都給了俄羅斯 所以如果你說是西方教 老實說 西方教這些通常都是 西方當然是畫餅 西方當然是 他畫一個大餅出來 告訴你 你親西方便會有好處 事實上 在歐洲 你親西方是否有好處 事實上是 你看看 捷克 以前華約的國家 捷克也好 斯洛佛克也好 他們進入了歐盟之後 他們的生活過得好很多 還有就是 你看看愛沙尼亞 埃脫維亞 還有立陶宛那些 他們一黏在歐盟那裡 其實他們是好處 波蘭那些也是 他們那些人的 人均收入多了很多 老實說 為何人們會反面不認人 俄羅斯有些政策都是很糟糕 我才能夠說 俄羅斯自己都要負很大的責任 有些人當然說 烏克蘭要負最大責任 烏克蘭就像一個女人 勾三搭四 這些比喻是很不倫的 為何華約 即是他們的國家 華沙公約組織 為何不是全部都是 繼續跟俄羅斯在一起 每個人都說要 跟西方黏在一起 那你自己想想 究竟俄羅斯做過什麼壞事 好了 David Chan 說 其實美國對烏克蘭也是一樣指手畫腳 是的 但是現實就是 美國人指手畫腳 比俄羅斯的指手畫腳高明 尤其是一般人 對於美國人的指手畫腳 其實沒有對俄羅斯的指手畫腳的方式 不是那麼不滿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 現實 有些人說 不是啊 你這樣說不對 你自己想想 如果俄羅斯真的有辦法 他就自己繼續搞華約出來 對不對 華約國家怎麼會 走向西方 現實就是 因為西方有些事情是搞得好一點 事實上是 事實上 就是很認真地說 有些事情西方是做得好一點的 或者你說他們發展得久而已 他們 現實就是 人都是要發展的 你要追求一個地方 要向現代化發展 現代化不是西化 但是如果你在歐洲的話 現代化就是西化 你在其他地方 現代化不一定要西化 這個我也要說 但是你在歐洲 坐標是在歐洲 對不對 很現實而已 對不對 你在歐洲 你要現代化 你唯有就是向西方 沒有辦法 現實就是 因為俄羅斯做不好 如果俄羅斯做得好 那大堆人傾向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有太多事情做得不好 看看 好了 那 你說 烏克蘭沒有一天好過 我也要說 烏克蘭的問題 就不是西方搞到他這樣 烏克蘭在蘇聯解體之後 有很多寡頭出現 其實 這也是跟他們自己裏面的人 有關係 你說西方的 那些休克療法搞出來的 某程度上 是 但是 實際的問題 都是 他們有一群人 覺得國家不是他們自己 或者 覺得國家 是沒有希望的 把所有錢都拿走 其實 最嚴重的是 這些人 所以 如果你說 西方做壞蛋 老實說 現在 烏克蘭人就不是這樣看 現實就是 現實就是 烏克蘭人 他們 會繼續頂著俄羅斯 所以有很長時間打 我告訴大家 是有很長時間打 好了 來到這裡就算了 休息一會 回來講其他話題 iamo 開店 別人 請 別人 愛 開店 哇 開店 開店 你 稍快 開店 開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